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塔利班占領阿富汗至少5個省會城市 美國促本國公民撤離 去匈牙利 看精彩絕倫的全國悲妻子大賽 大家好 歡迎收看全球新聞 週一 法國實施擴大版疫苗護照政策 民眾只有在完成疫苗接種後 才能進入餐館 甚至是搭乘火車和飛機 從週一開始 健康碼正式成了法國人的第二個身份證 無論是去餐館就餐 去商店購物 去醫院就醫 還是乘坐火車 飛機 沒有健康碼傍身 人們將寸步難行 新規生效的當天 在一些巴黎的餐館和酒吧 就已經有警察開始隨機抽查用餐者的健康碼 過去幾週 法國各地都爆發了大規模民眾抗議 抵制馬克龍政府的疫苗通行證政策 為避免矛盾計劃 警方並沒有立即實施嚴厲的懲罰措施 事實上 疫苗通行證也令許多餐館和商家十分為難 擔心顧客會因為被要求掃碼而與員工發生衝突 更有一些商家已經因為配合政府的健康碼檢查 而遭到消費者聯合抵制 路透社週一在巴黎採訪的十家餐館和咖啡廳中 有一半表示會拒絕進行健康證檢查 另一方面 政府的規定也毫不留情 如果酒吧和餐館的業主被發現沒有執行健康證規定 第一次是被警告 第二次將被關閉7天 三次以上就可能面臨生意關閉一年的懲處 新唐人記者喬安 綜合報導 針對法國政府推出的疫苗護照政策 法國人已經連續四個週末走上街頭抗議 反對政府變相強制人們打疫苗 在剛過去的週末 有大約25萬人發生反對 8月7日 法國巴黎連續第四個星期六舉行遊行活動 遊行當天 巴黎共有四個活動地點 一支隊伍從喬弗里廣場出發 一直到農軍院 法國民眾表示 健康證的通行意味著自由和法律在法國不剝奪 《法國中立法官 》 《法國中立法官 》 《法國講集傳統年度3次》 《法國中立法官 》 《法國中立法官 著法官 》 《法國中立法官 》 法國中立法官 而能新闆 我们的老人昨天被攻击 这种自由是在法律上 这种状态的状态 这是现实的状态 这是状态的国家 这是状态的状态 这是状态的状态 另一支队伍从爱德蒙罗斯坦广场 出发到皇家广场 正对法国最高行政法院 我刚才有一个新闻的监制 是一个人的主要是一名的主要 是一名的主要人 最大的状态的三十年代 所以这是他在决定的决定 是因为这人的主要人 我们不 但是我们的主要人 为人们的主要人 对这种社交易所 是因为这种课程 是在决定的 幾乎同一時間在皮埃爾拉克羅廣場 和夏特雷也有遊行活動 法國新唐人大利記者站採訪報導 除了法國 英國週一也有大批民眾 反對政府強推疫苗護照的計劃 一些人試圖衝擊BBC大樓 週一 大批憤怒的英國民眾 大步走向位於倫敦西部的BBC大樓 這些反對疫苗護照和強制兒童接種疫苗的抗議者 口中高喊著可恥 對BBC關於疫苗護照的報導嚴重不滿 認為BBC沒有向公眾提供正確的信息 在BBC大樓門口 試圖阻止抗議者進入樓內的警察 與民眾發生了肢體衝突 場面一度相當混亂 不過 警方對當地媒體表示 當天沒有人被捕 從9月份開始 英格蘭將只允許持有疫苗護照的居民 進入夜店等人群密集度較高的活動場所 新唐人記者喬安 綜合報導 美國政府週一宣布 最遲將於9月中旬 強制超過130萬現役軍人接種疫苗 週一 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 在給參謀部的一份備忘錄中表示 如果食品藥物監督管理局在9月中旬之前 正式批准輝瑞疫苗的使用授權 他也將加快實施軍人接種疫苗的強制令 美國現有133.6萬現役軍人 其中約64%的人已經完全接種疫苗 但這一比例對於國防部來說仍然過低 拜登隨後也發表聲明表態 強烈支持國防部在9月中旬前 強制軍人接種疫苗的計畫 新唐人記者喬安 綜合報導 週一 美國和加拿大邊境開放 但加拿大只允許接種過疫苗的美國人入境 在美國和加拿大邊境城市Lansdown 午夜時分入境口岸就排起了長長的車隊 加拿大政府週一開始取消了對美國人 過境購物、度假或旅遊的禁定 允許接種疫苗的美國民眾入境 美國公民和合法永久居民要想過境 必須在三天之內接種疫苗並進行陰性檢測 旅客在過境前還必須在網上填寫詳細的申請表 上個月 加拿大還取消了 對從美國回國的加拿大公民隔離兩週的要求 不過 美國對加拿大人還沒有解除類似限制 新唐人記者李梅 林一綜合報導 再來關注 8月7號到8號 四川多地暴雨成災 災民們透露 水庫無預警洩洪 一些人被洪水沖走 另外 所有的門市都被洪水沖光 據瞭解 達州曲縣 大竹縣等地多個鄉鎮 出現特打暴雨 災情最為慘重 現場視頻顯示 滾滾洪水淹沒整個街道 有人高喊完了 有人在洪水中掙扎求生 一樓門市全被淹了 曲縣土溪鎮水勢驚人 有人差點被洪水沖走 千軍一髮之際獲救 許多車輛被泡在水中 達州災區災民透露 好幾座水庫無預警同時洩洪 當地至少有幾十個鄉鎮發生洪災 受災人口高達百萬人 一些人被洪水沖走 生死不明 但國內媒體報導卻是輕描淡寫 下暴雨啊 水過夜紅了 大約一點多鐘 又下來的 那大水來了 人都跑不贏了 煙殘了 省時慘重了 房屋都煙 煙米都高 衝走了 太多太多了 門市衝動了 幾百家 又走了 現在水退了 那一路就中斷了 水 煙 氣 全部停了 發號在大竹境內 越滑牢遭廠往石河方向 清水河 廟壩街道等地 發生嚴重積水而無法通行 據大陸媒體報導 8月7號到8號 四川東部和南部地區出現暴雨 截止到8號下午13時 已造成蘆州 綿陽 南充 達州 巴中 甘孜6個市州12.16萬人受災 8號 達州市有多列火車和航班 被迫停運 新唐人記者熊斌 黃宇寧採訪報導 再來關注 阿里巴巴的一名女性員工 近日曝光自己在工作中被性侵 引發了懸然大波 阿里巴巴週一宣布 辭退涉事男員工 另有兩名高層引救辭職 事件也引發了民眾 對大陸企業文化的關注 穿著黑衣的女子在公司餐廳怒喊自己被主管性侵 但公司不調查 網傳當事人就是中國電商巨頭阿里巴巴的女員工 她在離開餐廳後 在公司內部網發表了8000字的長文控訴 出差時遭到上司強行灌酒 被客戶猥亵 之後意識不清被帶到酒店 上司四次進到她房間 醒來後發現自己赤身裸體 一旁還有拆封的避孕套 週一阿里巴巴作出回應 涉事的男主管被永久辭退 另外包括業務總監和人事專員 兩位公司高層為此請辭 阿里巴巴CEO張勇發文表示 知道事情後震驚 氣憤 羞愧 會全力配合警方調查 不過阿里的回應 據案發已經過去10天 期間有6000名員工連署要求研查 有人批評 阿里是等到事件 在網絡曝光掩蓋不住才做出動作 在中國大陸那種環境之下 阿里這樣的這麼龐大體量的公司 它一定都是一個震山混合的混合體 它是在一定的範圍之內可以操縱輿論 阿里巴巴這次的性醜聞事件 也引發人們關注 中國一些大企業內部存在的破冰文化 所謂破冰文化 是指公司用來消除員工間的陌生感 增加企業凝聚力的儀式 或活動 然而從網上爆出的畫面看 很多行為非常不雅觀 充滿了性暗示 完全脫離了公司正常同事交流的範圍 整個社會風起 它就變得是笑貧不笑娼 本來在任何一個正常的有價值觀 有基本的道德觀的人 人眾來看 他都會覺得這是非常錯誤的這種行為 但是卻在這個內容的一個氛圍之下 反倒變成了正能量 被包裝成為了所謂的破冰 所謂的為了強化團隊的合作氣氛 它反映出來的整個社會的風氣是扭曲的 它再往前滑一步 就很容易就像我們看到現在阿里出現這種事情 在這次阿里巴巴的處理決定書中 只承認涉事男員工與同事在醉酒狀態下 有過度親密行為 至於其是否有強姦或猥褻等行為 需等待警方的調查結果 預計阿里女員工性侵事件還將持續發酵 新唐人記者金石採訪報導 鄭州隧道被淹車輛堆積入墳場 4,000台車無人認令 歡迎回來 近日 河南鄭州一處停放了超過4,000輛泡水車的照片曝光 引發人們對鄭州水災遇難人數的再次質疑 據大陸媒體東方網的報導 8月4日 一輛鄭州泡水車停放地的航拍照片顯示 整個停車場密密麻麻停放了超過4,000輛泡水車 場面震撼 其中許多車輛被擬水浸泡後 外觀受損嚴重 許多網友看到照片後紛紛質疑這些車輛的主人在哪裡 為何車主不來認領 難道這些車輛的主人都已經遇難了嗎 一週前 中共官方將鄭州洪災中的死亡人數 上調至302人 50人失蹤 但這一數字備受外界質疑 認為中共嚴重瞞報了實際遇難人數 中國大陸無差別行凶事件頻發 週日 湖北京州一名男子用鐵錘 當街中機路人有至少3人受傷 監控錄像顯示 8月8日 湖北省荊州市公安縣 榮軍路和摩托車市場路段 一名騎摩托車的男子下車後 抡著錘子當街行凶 隨意攻擊路人 造成至少3人受傷 現場十分血腥 行凶男子動機不明 已被警方控制 此前一天 廣東東莞市的公共汽車上 也發生一名男子持刀砍傷司機和乘客的 無差別行凶事件 造成兩人死亡 三人受傷 有網友表示 一些大陸人戾氣越來越重 活在當下的中國 沒招誰沒惹誰 就被砍了 被捶了 無故民眾 無故宿命受傷 難道是活在地獄裡嗎 中國多地疫情復發 管控措施也不斷升級 甚至有警察和防疫人員闖入民宅 強迫老人進行核酸檢測 一段網上流傳的視頻顯示 一位老人在自己的家中被強行按倒在地板上 包括公安在內的八、九個人壓住他的身體 一名身穿防護服的工作人員 將棉簽伸到老人口中提取樣本 有網友看到視頻後表示 真是越來越像政治運動了 與此同時 北京市的防控措施繼續升級 從爆發疫情地區返京或途徑中高風險地區的民眾 均被擋在城外無法進京 從上週日起 北京取消了 除天津、河北以外省市的長途客運服務 以及15個國內城市飛往大興國際機場的航班 中國電子商務公司蝦皮購物 計畫進軍臺灣電子支付 有學者擔憂 中共影響力掌握臺灣的物流、金流和個人資料 中共當局出手整改騰訊、滴滴出行等科技業 騰訊下游的蝦皮在臺灣經營電子商務 還要進軍電子支付 臺灣經濟民主聯合憂心 將影響臺灣的資安、人民隱私、潛在的國家安全 喊話臺灣政府經濟部投審會駁回蝦皮增資案 禪經學者質疑蝦皮殺價競爭 所需金錢從哪裡來 騰訊加上蝦皮創辦人李小冬 持有蝦皮母公司超過一半股份 國安院助理研究員吳宗翰表示 中共對社會的控制會逐漸升高 中共不同單位有不同監管政策 這些不可預測的控管模式和變化 恐怕將一層層影響到臺灣 胡宗翰憂心 蝦皮資料會否傳往中國大陸 其中環節必須從法律合約及合作文件去釐清 臺灣政府也需要更加健全 各自保護法規 新唐人亞太電視胡宗翰張東旭 臺灣台北報導 塔利班佔領阿富汗至少五個省會城市 美國促本國公民撤離 隨著美軍撤離阿富汗的截止日期臨近 塔利班武裝分子已經攻佔了阿富汗至少五個省會城市 美國敦促公民盡快離開阿富汗 周日 塔利班武裝分子佔領了北部戰略城市 昆都市的政府大樓 據悉政府軍退守機場 阿富汗國防部發言人阿赫馬德扎伊表示 特種部隊在展開行動 希望奪回被佔領的大樓 根據塔利班發言人穆加希德的推文 塔利班武裝佔領了阿富汗至少六個省 而阿富汗共有34個省 塔利班還聲稱 沒有就停火和阿富汗政府達成協議 還威脅說外部干預會帶來更多問題 聯合國代表稱30名兒童因此遇害 另有100多人受傷 俄羅斯的阿富汗特使卡布洛夫表示 周二 俄羅斯 美國 中國和巴基斯坦 將在多哈召開會議 幫助解決阿富汗問題 美國大使館發通告 譴責塔利班的暴力行動 並要求美國公民立刻離開阿富汗 新唐人記者碧欣慈 陳海月綜合報導 周一 章章以貿易特使身份 結束印度訪問的澳大利亞前總理阿波特表示 就全球供應鏈而言 印度可以完美取代中國 本月2至6日 澳大利亞前總理阿波特 以貿易特使的身份訪問了印度 並與印度總理莫迪會晤 周一 阿波特在澳大利亞媒體上發表評論文章 強調民主世界正在摒棄中國 解決幾乎所有與中國有關問題的答案都在印度 阿波特認為 印度是與澳大利亞持相似理念的民主國家 擁有民主法治 是世界第二大鋼鐵和藥物生產國 加上類似美國矽谷的科技產業 對於全球供應鏈來說 印度可以完美取代中國 阿波特同時透露 在印度總理莫迪的推動下 美日印澳四國有望在今年年底 舉行首次由國家領導人出席的四方會談 在軍事安全層面合力對抗中共 新唐人記者喬安 綜合報導 周一 位於義大利的歐洲最高的火火山 埃特納火山深夜噴發 景象頗為壯觀 義大利的埃特納火山從當地時間8月9日凌晨1點開始噴發 一直持續到早上6點30分 火紅的熔岩被噴出 好似煙花一般照亮夜空 滾燙的熔岩從3300米高的山體一側留下 宛如一條蜿蜒如動的火龍 埃特納火山噴發較為頻繁 並且很早就有了噴發歷史的書面記載 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425年 儘管活動頻繁 但很少造成破壞 新唐人記者喬安 綜合報導 8月8日下午 神韻巡迴藝術團在美國由他州 鹽湖城的第四場演出完美落幕 有觀眾表示 神韻節目高貴典雅 能夠提升心靈境界 這是地產商沙利文第二次觀賞神韻 他表示 正義戰勝邪惡這個主題 始終貫穿在整個演出中 歷史上有很多方式 但我們必須要做同樣的錯誤 我認為這就是我獲得的教訓 如果我們在高的部分 而不是低的部分 我認為我們可以永遠改善 我非常幸福 他們在保持它 讓我們所有人都認識 保持它的文化 我希望它永遠都會離開 它是美麗的 它是珍貴的 它需要保持生命的 母女二人一起觀賞神韻 這令他們感佩的是演員們的精湛技藝 他們是非常穩定的 和在一旦之間 它是超級美麗的 你可以看到 很多工作都會進入 他們的活動了 他們的活動 它是美麗的 我以前是在教育上 所以我來看見這件事 我一直都很興奮 非常興奮 在舞蹈的舞蹈 所以我看過了舞蹈 我看過了舞蹈 我看過了舞蹈 它是很棒的 當然他們很優雅 確實是非常驚訝 我每一分鐘都享受 新唐人記者猶太州 閻湖城採訪報導 去匈牙利 看精彩絕倫的全國杯妻子大賽 近日匈牙利舉行了第二屆全國杯妻子大賽 大約40位丈夫杯著夫人 跨越障礙一路狂奔 來看一下 匈牙利第二屆杯老婆比賽準備就緒 男士們把自己的太太杯了起來 而面臨她們的第一個 也是最大的挑戰 就是這個水塘 雖然水並不深 然而水塘底部高低不平 所以給外行保持好平衡才能順利度過 否則一不小心就會帶著老婆一起去 跌落水中 這位男士才剛下水就腳下一滑 不僅自己跌坐在水裡 老婆也應聲落水 在進行被老婆比賽時 不同組合會採取不同的姿勢 有老婆頭朝上的傳統姿勢 也有頭朝下的倒掛金鉤 雖說這種倒掛金鉤的姿勢在奔跑中更具優勢 但是在過水堂時對老婆的考驗更大 據說被老婆大賽的起源 可以追溯到維京時代 而現代被老婆大賽則是從芬蘭發起的 在芬蘭的古代有搶婚的習俗 南方往往要到臨村搶女子被回家 才能贏得婚姻 於是芬蘭人在1992年 依照這個習俗開辦了被老婆比賽 看來參賽的男士們扛起了不僅僅是自己的老婆 還是他們之間深深的愛意呢 所有人都樂在其中 超級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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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試試一下 每個都在公司 和公司 這會是最終的 新唐人記者周奇 第一組可報道 感謝您的收看 明天再見